第九題 子虹的健康檢查的紀錄表上 身高紀錄登記為180.6公分 根據此測量結果 判斷測量身高的最小科度單位為何 這是一種比較少考的提醒 這叫做給正確的測量結果 問科度的最小單位 大部分的起考題是 給科度的最小單位 問正確的測量結果 那我們看到它的測量結果是180.6 那麼最右邊這一位呢 叫做所謂的估計值 估計值 然後一位估計值 它的前面這一位呢 叫做最小單位 所以我們知道0的這個位置呢 叫做最小單位 這是個位數 它的單位是公分 所以它的最小單位就是公分 所以第九題問我們說 判斷測量身高的最小科度單位為何 我們答案呢 選擇的是 諸一公分